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王者荣耀出了很多英雄,在这些英雄中有一些几乎没有天敌 他们的设计尽近完美,不管怎么削弱都能在王者峡谷中有一席之地 你知道是谁吗?一起来看看 1.庄周 庄周最可怕的一点就在于他所有技能都带有解控效果 大招更是群体解控 而这个英雄很容易被玩家理解成混子 因为看起来他就是到处跑,对手也杀不死,自己也没有什么伤害 而且他完全没有天敌 在游戏中很多强势英雄拿他都没办法 如果庄周不想死的话,相信一局比赛真的一次都死不了 2.貂蝉 虽然现在貂蝉被削了,没有以前那么强势 但后期真正发育起来的貂蝉一打三还是很轻松 而且最恐怖的是貂蝉的无限位移和真伤 貂蝉在游戏中可以说没有任何天敌 什么闪现张良东皇 会玩的貂蝉再看到他们来的一刹那就直接位移走了 一般都不会给你闪掉的机会 不过这个英雄低端局坑太多 而在高端局中拿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大神玩家 3.雅典娜 雅典娜之前大火的原因是因为献祭流 很多玩家都说雅典娜很好克制,杀他就行了 但当你真正碰到献祭流雅典娜就知道 对阵王毫无畏惧的英雄是有多可怕 所以说对于献祭流的雅典娜真的没有什么天敌 除了以上三个英雄 各位小伙伴觉得还有哪个英雄也没有天敌吗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